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整天开始几句 护法 你们也是护法呀 对不对呀 凡是每一个护法它都有一段经历的 就像观地菩萨一样 它也是有一段经历的 实际上人在护法当中学习佛法 在佛法当中又学会护法 所以护法和学佛都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能够护法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学佛学得非常精进 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善知识吧 对不对 所以要好好地学习那些大护法们 每一位金刚菩萨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一段经历 包括五百罗善都是这样 有时候百炼成刚啊 有些时候人在困难 在困苦当中不断地成长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呢 不管哪位菩萨生日 我们总是抱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 来感恩他们 来感恩他们 来能够学习他们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学佛更加精进 更加努力 这个六度万行啊 能够学习六度万行的人 能够什么事情都能做 做得到都能想得通 所以要学习这方菩萨的精神 委托菩萨非常庄严 你们到庙里都可以看到 他那个庄严的像 而且委托菩萨非常的 这个这个这个看上去非常的好 完全就是一幅菩萨的庄严像 他已经不是单单像一个护法神了 他已经在很多的庙里都供他为 称他为委托这个菩萨 这是委托菩萨 他已经不是一个好像是单单个护法神的神了 明白了吗 菩萨的境界 只是他在菩萨里面是专门 专门从事就是在帮助护 护这个护持佛法 佛法神啊三宝的一个大的菩萨 明白了吗 是 那他说据说是在释迦牟尼佛入念时 魔王把佛的疑苦抢走 委托及时追管 费力夺回因此佛教把他作为驱从 邪魔保护佛法的 君大菩萨 委托菩萨 他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 实际上你要知道一个大菩萨到人间 就会有很多的护法出现 对对对 任何一个大菩萨在人间出现 护法多得不得了 其实委托菩萨他就是不断的护持的佛法 魔王在损害佛 佛的佛经啊 佛法的时候 委托菩萨会奉不顾身的出来 来护持 实际上他就是天上下来的 明白吗 不是人间 他是天上下来的 所以有些神话小说里面讲了很多的菩萨啊 护法啊 神啊 实际上有些都是天上下来的 到人间呢 成为一种美好的传说 明白了吗 那师父我们修心灵法们 只要好好的护持的正法 伪着菩萨也会保佑我们 是这样吗 早就保佑了 观地菩萨都保佑了 很多佛友每天的反馈里边都说 哎呀 谢谢菩萨保佑啊 怎么 这不是保佑 不保佑怎么能顺利啊 不保佑很多事情 怎么会突然之间好起来啊 对不对啊 是的 这个都是保佑的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一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同修 不是在放生的时候吗 出现天空中出现彩虹啊 或者是太阳周边出现一个大的光环 这是代表菩萨来还是什么含义呢 一般的都是菩萨来啊 很简单 菩萨来了 因为我看到每一次菩萨来的时候 它都有光环的呀 就是实际上这个彩虹就是个大菩萨 复杂 你去看好了 为什么说雨后才会有彩虹呢 想一想雨后为什么有彩虹 彩虹它是映月的像弹城一样 你是看不见的 其实在天空你有慧眼的话 你就能看见 我就能看到 只是你们看不见 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灰尘在空气当中你看不见 对不对啊 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太恰当 但是在阳光下为什么就能看见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菩萨每个菩萨道到天空中来 你是也肉眼是看不见 但是为什么经过雨后它就看得见呢 实际上它并不是彩虹没有 彩虹人家一直有的 菩萨道都有彩虹 只是雨后之后你眼睛才能看见 它不是显现出来 就像很多很多过去人家写字 引字嘛 字写完之后 你用那个水 那个药水一擦 这字就显现出来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就这样了 明白吗 哦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该 师父啊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有一个辩论 就说进诸者吃进墨者黑 但是呢 也有种说是进诸未必者吃 进墨未必者黑 从这个末华时期来说 是不是成了进诸者吃进诸者黑了呢 师父 是这样的呀 那我问你 他这个这个辩论 这个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有时候辩论就是说 他用早期和晚期和人的程度不同 和这个利益不同 还有根基不同 他来反驳你一些基本的理论 实际上他这个这个后一期 绝对是不正的理论 为什么呢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进诸者吃进墨者黑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你说你一个人天天跟坏人在一起 你能不变坏吗 对不对啊 会的 那么你也可以说变异警察 对不对啊 天天在虎穴当中 但是他为什么还保持革命本色呢 进诸 进墨者不一定黑啊 他这种是个别现象 是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他指的是一种 他指的一种天理 是一种理论 就是进诸者 我告诉你一定吃的 进墨者一定黑的 这是一个规 这个是一个规范 一个常理 不一定那是一个偏理 有吗 有 但是不多 不能 不能就是说用他的10% 来否定他的90%啊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你这样的在进诸者赤中 真正出于你而不然的 毕竟是少数 是这样吧 那当然了 那还有很多香港电影里面 警察混进去 最后警察也变成 这个无间道了嘛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没办法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了 吃一开车 师傅啊 那您从佛法角度 给我们解释解释 沉默是金吧 沉默是金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沉默呢 这个不讲话 可以从别人 从别人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问你 你不停地跟人家讲话 你说你能从人家身上 学到什么 不会的 你就是这一碗水 你不停地泼泼泼 泼完了 你还是这一碗水 对不对啊 你把自己的水倒空 人家的水 不断地往里面灌 对不对啊 对 你拥有了自己的 改变自己的一个空间了 你从人家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昨天我还看到 有法师 大庙里的法师 在跟人家宣讲 白话佛法 对不对啊 发朋友圈了 对不对啊 你们想一想 就知道了为什么呢 他学啊 他学了他就 能够进步啊 他不学他怎么进步啊 他整天说他自己一套理论 对不对啊 等到哪一天 人家拨斥他了 他才知道 哦我这个错的 如果他沉默了 经常去听人家讲 听了之后 自己心中开悟 他悟出来的道理 他就是得到的 精子般的那种智慧了 对不对啊 对 要听啊 要听啊 比方说你讲话 你去看好了 一个大律师 一个大法官 这个大法官 他不会轻易的 马上就判你行的 他是要听啊 听你辩方和正方 不停的搞啊搞啊搞啊 搞到最后 我明白了 这个事情是你错 是他错 这不是经吗 到最后敲板的不就经了吗 对对对 师傅那古代讲过 一言商邦 一言新邦啊 是这样吗 是啊 一言商邦 一言新邦呀 一言商邦 那讲的是在皇帝边上的人 给皇帝 给皇帝出个好点子 一个国家 过去过去 叫邦国嘛 过去就是 邦国 对对对 所以 过去就是你一句话 把皇帝一讲 讲到皇帝弄怒了 一个国家就没了 一句话讲的好的 把一个国家都弄得兴旺 所以 所以过去说 皇帝边上的人特别重要 对不对 特别重要 对对 这个道理 佛陀身边 他也有他的 他有他的阿难啊 对不对啊 这个虚菩提啊 这些都是佛陀的 一个重要的助手 所以是帮助佛陀 如果没有的话 你包括 曝青天 曝青天 王朝满汉 张荣赵 我还讲 公尊 就是你就懂 就是可以了 离不开的 就是这个说 一个好汉 三个邦啊 对不对啊 是的 你怎么可以 没有人帮助你护法呢 所以 唯陀菩萨 为什么 他这么重要呢 观地菩萨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那是大护法呀 对不对啊 大护法啊 王朝马汉 李德凯普朗 跑公身边 对不对啊 是的 您看那个公孙色 他就特别有智慧啊 师父 这绝对的 一个文的 一个武的 一个很文静的 一个是比较充劲十足的 都是这两个人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师父 他们也做了扑 当是这样吧 是保护天神 哦 就绝对 在顾持着 绝对 他本身是派下来的 天上派下来的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始 师父啊 怎样知道自己有悟性呢 师父 怎么知道自己有悟性 很简单了 你首先 看看每一件事情发生 你会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你就知道你有悟性没悟性 嗯 如果你看的观点是对的 大家都说你对 你有悟性 如果大家都说你错 你这个人没悟性 对对对 是否是就是回想自己的过去 到底是做错的多 还是做对的多 做对 你做错的多 那悟性就比较差 是这样吗 那当然 那当然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 一般的呢 那个 一般的是这样 如果你自己不想讲你观点 你可以听别人讲 听别人讲 你自己分析 嗯 自己分析之后 你觉得最后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你就知道你自己有没有 这个悟性了 嗯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始 师父啊 那你再讲一讲 就是现在的人 就是好怀疑 老是怀疑别人 嗯 如何 对这种 消除这种怀疑心呢 师父 现在都人与人不相信 师父 这个呢 是一个外环境所造成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叫强迫症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这个强迫症呢 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些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强迫自己 不要去想 所以一定要去想这个事情 所以一个人 强迫症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方说 他害怕某一件事情 他就不断的去想象 但是自己呢 心中根本不能克服他 所以你就变成强迫 自己去思维 去想想象这个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这种强迫症 归经还是心理的毛病 靠心理还是靠佛法来去 挂解 是这样吗 师父 其实佛法就是心理治疗师 你想想看 佛法就是帮别人治疗 他的心理疾病的 你比方说 你心里 老怀疑 老怀疑自己是不是 有病 那你这个已经是强迫症了 你明明没有病 你老怀疑自己有病 你这个已经叫强迫症了 为什么呢 你心里想 我又没病了 我什么病都没有 我吃得下 睡得着 为什么有病 一会儿 觉得不舒服 感觉上 我是不是有精神病 那很多人就自己经常跟人家说 我是不是有毛病 是有毛病 为什么 强迫症也叫毛病 因为你强迫自己去思维那些不该 不该思维的东西 就是强迫症 那是我们这种强迫症的感觉员是有他灵性在身上吗 还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从生理上来讲 是一种思维的 思维的这个 逆脑点 逆就是判逆的逆 逆就是障碍的障碍 叫逆脑点 从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说你心中有个逆脑点 就是我 什么事情我都害怕 什么事情我都不相信 然后呢 总怀疑自己 从怀疑别人 怀疑到后来 就是自己明明人家没有做 你也怀疑别人 你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这个就是强迫症了 强迫自己去相信那些不应该相信的事情 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不对啊 比方说 我们举个最生活的语言 在心理学上来讲 这你明明门关了 明明自己包锁了 放在那里了 你总强迫自己 我门没锁 好像没锁 再去看一看 就是强迫症 这就是强迫症的 前妻呀 前妻病变 就是有的人就这样去看 就是不放心 哎呀我们锁了吗 哎呀刚刚锁了 不相信自己 强迫自己说没锁 强迫自己说 我明明锁了 这个 逆脏点就出来了 没有 可能没锁 又去看一看 又去把门拉一下 明白吗 这个是持细向心 其实现在社会上 人人都有这个病的 自己做的事情怀疑自己 那么你想想看 就是回答你刚才问题 自己做的事情都能够怀疑自己 那别人做的事情 你会不怀疑别人了 那会的 明白了 师父谢谢您的开始 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 您在6月27号 做了一个重要的开始 您是这样说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网络上灵性 现在多的负责了 这是师父提醒你们的 你们去看好了 你去看 为什么人家说看网络 看到后来会着魔 上面都是色魔 你说有什么好看的 真的 人整天看这 看凹凹的东西 对不对啊 师父您再开始一下吧 现在网络这种 灵性这种 那我就讲一点 网络游戏 这个开机关枪了 这个打仗了 这么打了 你对不对 一打哄一下 你想想算好了 很多孩子不就生病了吗 这是一个 那么看网络 看美女 对不对啊 那么你去看了 你看了之后 你思维当中 正能量都跑光了 都是一些下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几个男人去 吃过的食物 为什么 猪吃糠 吃那些肮脏的饲料 它长出来的肉 你吃下去 你身上不也长这种东西吗 是的 所以现在的人已经 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 你只要一看见进 一点进去 你欲罢不能 你受不了 因为他用各种最好的语句 语词来吸引你来看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就是说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因为在末法时期 你不要去考验你的意志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 是很难够 但是最好的方法 你就是不要去接触它 你不接触它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你接触了 你就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防范了 那很多人的意志力不够 那你就防范不了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 人家说常在河边 哪里不吃鞋 那就只要不在河边走了 不就行了吗 对啊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说 你说你不看不生烦恼 越看越生烦恼 所以空老夫子说的 非礼无 非礼无听 非礼无言 对不对 非礼无动 对对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叫你 不要不应该 没有礼貌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看 我问你那个 我说网上那些东西有礼貌吧 穿的那个样子 对 教你那些做的畜生事情 那你在农村你就去看看 看看那些动物好了 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了 脱了金光光多恶心啊 你现在走得出去吧 你自己想一想 你这种东西不是人的 只有动物才不穿衣服的 人遮朽遮朽 这就遮朽 就是人身上有 有这个非常 不应该 就是这个这个 暴露的地方 你必须要遮起来 对不对啊 遮朽不 人家还弄一块呢 现在这能漏的都漏了 这些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东西 都是让人腐败 让人贪污啊 贪心啊 在这里边真的不可自拔 你就完了 救不出来呢 我们心灵法 我们现在救了多少人呢 血淫 他们都一个个改好 很多人的手淫全改掉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其实 这个也没什么难为清 因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五遇六成 他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气 但是我们要 中止以轻小致敌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对的 什么叫抽离 修心 就是改掉自己身上的坏习惯 他改了嘛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对不对 那小师父在尿床呢 你长大了就不尿了 那问题就是因为你大了 你懂事情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父啊 那末法师兄为什么这个色魔特别厉害啊 师父 很多啊 你去看看连佛陀那个时候在修心的时候还有色魔在骚扰他呢 对不对啊 对啊 你都看着要破坏他的法力啊 你要知道一个人只要一碰到这种色的东西 马上人浑浑叨叨的 话讲不清楚 思维不清楚 就是碰到色魔了呀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那么就知道了 现在物欲横流啊 因为用色的话最能赚钱了嘛 你现在看看什么最能赚钱了 色情行业赚钱很厉害呢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为了钱嘛 为了利益嘛 所以什么都肯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心这么散乱 这个欲望横流啊 就是对不对啊 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末法时期它是五着恶事 五着啊 五着啊 五种着啊 这种着的心事哎呀 已经也太糊涂了 明白了吗 是的 师父 您期待师父您再讲白话佛法的话 您给大家讲讲这个末法时期这个五着恶事吧 师父 我应该在开示的当中只是没整理出来 我呢也是跟大家抱歉 我们现在呢 师父呢 因为一般的都是我跟他们讲课之后 弟子开始讲课之后呢 有我们有佛友呢 这个整理的 整理的非常快也非常好 但是师父呢 实在没时间去批呀改呀 其实我已经欠了大家一百多篇了 至少 哎呀 跟不上 我实在没时间 我跟不上 因为每一篇东西如果我自己不改的话 我不放心的 因为这个白话佛法出去 你想让别人改你怎么能放心 对不对 万一如果他改错了 他误导了一下别人 他的业障 他自己不要 那他吃苦头了 所以师父这个业只能自己来 我这个东西必须我自己亲自批 我批的同意了 我才能放 才能以后出事 否则的话 不行的 万一里边有一点点不如你不如法 那你这个就是留在那里 就千古害人的 不是千古留名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谢谢您的开设 师父就在6月22日图图节目里 师父看到一个同修家里的佛台上 太岁菩萨的位置有灵性 同修说他供的太岁菩萨只有一张纸 而没有框 师父说这样不行的 不尊敬菩萨 请问师父 就算供奉了心灵 法门的所有菩萨 也一定要注意对菩萨恭敬 要装表框 是这样吗 师父 是啊 你对 你把客人请到家里来了 你不给人家倒水啊 不给人家供果啊 你说你算对人家尊敬吧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父 他这个灵 师父说他这个太岁菩萨那边灵性进去 是就是因为没有框框的原因吗 是这种直接原因吗 师父 不是 这个就是我要教你理解了 有些灵性进去是因为长期的菩萨不来 因为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对菩萨不尊敬 菩萨不会害你 也不会惩罚你 他不来 你想想看 长期不来这个位置空的 灵性就会进来 哦 明白吗 是这个概念 是这样 好 谢谢师父的 这边开始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地小兰的天师陈柏牙 赚了一副联书 原来是这样 他说 智能知足 智能知足 新常态 人道无求 品质高 师父 您得解释一下吧 您记得您以前也说过 对啊 这个好像昨天晚上还在讲 昨天我在联谊会上开始的还在讲这两句话 品质怎么会高 没有求呀 没有欲望呀 我昨天晚上举的例子说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啊 你跟人家谈恋爱 你要这个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那个 人家男的就看不起你了 对不对啊 你要是真正的把他做老公了 你要跟他好 你不要去这样 就算他当时犯犯罪了 犯错了 不理你了 但是他时候会感恩你 会想起你的 所以一个人品质怎么会高的 不求呀 无求 无求啊 无求就品质就高了 你要是只要有求 那就境界就下来了 对不对啊 品质高 自己这个品质就会自己上去了 无求无欲 无望 没有望想 没有分别了 对不对啊 无望想分别心 无欲 自然心如水 所以一个人 一定要没有欲望 你今天无求 就是无欲啊 没有欲望 因为求就是欲望呀 所以你今天什么都不求了 人家问你 你要这个吗 不要 那个要不要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不要 那人家就喜欢你了 人家就觉得你 这是非常非常的连接 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啊 要这个要那个 人家就算给了你嘴巴里还骂你 心里在骂你 嘴巴里给你 心里会骂你的 贪官 这个人怎么这么贪 贪的呢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对不对啊 你说你多丢脸呢 多丢脸呢 你情愿自己吃点苦 对不对啊 让别人能够尊敬你 这尊敬是买不到的 花钱买不到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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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今天的问题就外道这 感恩师傅 感恩您的 懂得啊 这个 无比的感恩心 是你无比的这个慈悲心的 在造 就是 在出来的 感恩别人 啊 你就会拥有 啊 这个未来 美好的未来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 啊 你可能心中就会有仇恨 所以很多人 啊 自己做错事情了 还不好好的自己反省 还不懂得感恩 还不接受 啊 别人 啊 对你的 啊 一种惩罚 啊 比方说你自己在家里 做错事情了 你妻子做错事情了 对不对啊 你先生 啊 这个 讲了你几句 你自己要 要要自主 要慢慢的要改变 你不能恨他 因为你做错了 他骂你了 你就恨他 因为 我们说 病从浅中医 啊 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喂 喂 喂 师傅 你好 我之前 我还想知道 我就是我现在有什么 就是觉得 现在修心 现在修得不是很好 现在觉得 啊 对啊 我从2010年就开始修 修到现在 怎么现在 修就 结果老是那个 有的房子在退步 是的 你记住一句话 觉得自己退步 那就是一定有问题了 自己要精进 因为你们不在师父身边 很难的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 像你这种退步的人 我跟你讲 你不要 你不 你不要 不要不开心 你八卦佛法看得太少了 我是天天看 但是有时候看不进去的 就是 好了 好了 那白看 看不进去不叫白看吗 对不对啊 你要学的 要懂的 师父不在身边 你必须要看白化佛法 师父在 他们在师父身边 有时候能够听到 师父给他们的教诲 他们就会改变很多 明白了吗 是 你自己要懂啊 一个人学佛 不是 不是很简单的 不是走平路啊 那是爬山的 当你爬上山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这么高啊 这么陡啊 这么不容易啊 你告诉我 哪一个人进步是容易的 你就是读书苦不苦啊 也很辛苦啊 但是你考出来之后 你找到个好工作 人家为什么 做 做其他的不好的工作啊 为什么你能做好工作啊 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很苦 很用功 对不对啊 师父 我在美国就没工作过 我就讲给你 我就讲给你听这个意思 听得懂吗 所以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就是啊 这个这个 跟菩萨多讲 跟观世音菩萨多讲 然后呢 菩萨会从另外一个方面 帮你们补的 帮你们补充一些损失的 你相信师父说的话 观世音菩萨这个心灵法门 不是师父的 我一直讲不是师父的 是菩萨的法门 明白了吗 好吧 嗯 对 因为这是 因为我们这边 人比较少嘛 就是 所以 要坚强 有时候呢 我跟你说了 你现在 你现在 不在师父身边 你最好的方法 一个多听 白话佛法 一个多看 白话佛法 你这样的话 会生出智慧出来的 你要记住 一个人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哎呀 我怎么去 觉得自己 好像不进步啊 那实际上 你就是因为 没有思想基础 没有理论基础 没有 思维上 没有人引导你 明白了吗 嗯 要好好 每天晚上都放着 白话佛法睡觉的 在这儿还是 清不清气 就是 你想想看 那有什么用啊 你把 你把白话佛法 放着进 就当张催眠器的 那不行 明白吗 对 我不听 就睡得到觉啊 对啊 你就知道里边有能量吗 就更要学了呀 你现在跟台上讲话 我就是告诉你 对不对啊 一个人 损失一点 其他的都是小事情 精神上不能损失 一个人 对不对啊 钱财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等到你 钱财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出大事了 那是大问题了 我说对不对啊 感情问题 钱买得到吗 比方说吵架了 他不理你了 你说再给他多少钱 他也不理你啊 这道理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 这个钱财的问题 不要看得太重 最主要是精神上 心灵上要愉快 真的 如果真的经济上不行 下次就不要参加法会了 没关系的 看看片子 看看蝶片也好 不要给自己为难 一切随缘 明白了吗 我是参加过 十几次法会 那两位只参加过 洛杉矶法会 没有参加过别的法会 没有关系 这本来是我想 带他们出去 你记住我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一切随缘 每个人跟佛缘分 对不对啊 跟学佛人缘分 都不一样 过去有很多人参加 很多西方教 他们不是现在都转到 我们佛教来了 也是缘分的 他们过去没有碰到过 佛法的时候 他们觉得 还不如西方教 对不对啊 这人都在转变当中 说不定过几天 过一个月 两个月 他又来找你的 这种情况都会有 所以不要去想了这么多 说明你这个 这个人就是学佛 还是学的 还是没有开智慧 听得懂了吗 他会变的嘛 人会变的嘛 还有 我想问你 你督的两个人 是男的女的 我想带去这两个人 都是你的 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一个呢 不要去督异性 督异性的话 也会不顺利 第二呢 如果人家有改变 随缘 不要去push人家 不要去催人家 盯着人家 人家会反感的 因为人有选择嘛 你明白了吗 我已经跟你讲了 有时候要学会付出 你说说看 师父比你 比你 比你这个压力大吧 对不对啊 你不是学师父 你这点算什么 有时候我告诉你 钱财不是个问题 只要钱财能解决的 都不叫问题 不是问题的 就是钱财都不能解决的 明白了吗 那些 那些有钱的人出事了 你告诉我 他们现在用钱财能 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了 好了 师父你说我 我现在应该 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都好几年没把握 你现在 听师父的话 就好好地念经 自己呢 要多看白话佛法 如果有一两个 如果有一两个佛友 大家在一起 多看看白话佛法 或者有多一点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美国 那边每天都在 有一小时 在供修佛法 就是我那个是参加的 不是蛮好吗 也就是说 你看看 除了供修佛法之后 自己在家里 清修也是很重要 我们并不提倡说 每天到处跑 到处怎么样 自己要加强自己的 修 修习佛法的一个时间 听得懂吗 因为你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话 我就知道 你心定不下来 心定得下来 所以你做不了法师的呀 你能够做法师的话 你天天可以 坐在那里不动 然后念经 一天都没关系 这叫炉炉不动 你现在心不定啊 所以 学会心定 我问你 等到年纪大了 不能走动了 在家里的时候 你现在学了一个 很好的习惯 能够定得下来 那你以后晚年 也能坐得下来 你如果现在是 上船下跳 停不下来 你等到躺在床上 生病要走的时候 你痛苦不堪呢 可是怎么样能定下来呢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差了 以前好运气 现在好运气 你好好看白话佛法 还有念心经 就能定下来 你要听台长话 好吗 因为在广播里 我也不可能跟你讲得太仔细 第一 多看白话佛法 增加修养 第二 学会念心经 让自己的心要平静 要知道人生就是个过程 不要着急 不要难过 一切都会过去 经常有这种思维 你就会定得下来 明白了吗 嗯 好吧 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小孩那个就是 下牙突出 这种是 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如果按照现实当中 下牙突出的话 它说明 它的牙床有病变 有问题 为什么呢 上牙床往里边 下牙就突出 对 就是这样 如果按照灵界来讲 那应该说 如果没有灵性的话 那就应该去看 叫正牙齿 如果说有灵性的话 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念经 那么首先 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灵性呢 就是晚上做梦 有没有看到一些东西 还有房间里听不到一些怪声音 那么自己经常做噩梦 听到声音 那么可能就身上有灵性 就要念七张到十四张小房子就可以了 好不好啊 嗯 好 谢谢 好了 你听财长讲话 你就好好的稳着 好吧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好人一定有好报 恶人一定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听得懂吗 你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就应该好好地去继续修行 不要想得太多 天上菩萨都看着呢 明白了吗 对 因为这个一开始 我是不想给他们买机票的 结果他们一直就说 买到一起买到一起 让我来买 结果买完之后 出了这么多事情 你现在记住一句话 什么事情 发生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是个好事情 你要记住了 我们有时候 对待人间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都要接受它 因为有时候 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 这个醒悟 你比方说 一个人婚姻失败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他婚姻失败 他才开悟 他还知道人生无常 所以任何事情都应于着 好事 钱财亏损一点 以后还能再赚 但是如果一个人生亏损了 那你都弥补不了 所以我们也是跟你说 你自己要想开 想通一点 好不好 不管怎么说 你记住了 有时候 到了晚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人来帮助你了 钱财了 那个时候 你居然想到 我曾经帮助过别人 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后面都会有结果的 你不要去看 现在我是有点损失 以后会有菩萨会回报你的 你相信台长 一个人一辈子吃不惊的亏 赚不完的便宜 这里吃亏了 那里又赚便宜了 那里赚便宜了 这里又吃亏了 它绝对没有个平衡的 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 你想想你过去赚的时候 有没有多赚过人家 也有的 明白了吗 平衡一点 自己心态 听财长的话 好吗 谢谢 谢谢 要记住了 钱财来了之后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一定会花钱消灾的 有些人过去 自己出了一点钱之后 很难过 我后来就跟他讲 花钱消灾 结果他很多的灾 真的消掉了 他说我该欠他的 我要是不是 给他付了这个钱 给他怎么样 接下来他会对我怎么样 可能你付出更多的百倍 千倍的损失 或者补偿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未来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明白了吗 听财长的话 人生一辈子 菩萨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吃了很多亏 师父吃的亏最多 比你们都多 我现在得到的 对啊 我现在得到的补偿 是所有人都得不到的 所以你们想一想就可以了 我吃多少苦 吃多少亏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记住 天上菩萨不会给我们吃亏的 只要你好好念经修行 对得起别人 好不好啊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电话 天天念心 谢谢 师父会给你加持的 我相信啊 我相信菩萨很快就会保佑你的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喂 你好 继续给师父请安 哎呦 我的妈呀 能讲了快一点吗 师父 有几个梦境 分享一下 初一的早晨 有一个弟子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到好像是到了天上 然后有一片很亮分的地 那里全卡的像类似小红旗 一样的东西 编号001012003 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地方 到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有一个声音说 这里全都是学习心灵法门 有病的人 病好了之后 在各地全国分享 他们就在这里 有人给他们立一个牌子 然后像小红旗一样就踏到这里 这个师兄 现在他也在全国分享 然后说这里也有你的一个棋子 他说那时候是什么意思 这跟这个像记载功德一样吗 是啊 我跟你们讲过的 如果学习心灵法门 身体好了之后 如果出去弘法的时候 以身说法 这个功德特别大 插个小旗子 我告诉你 就是大功德了 已经 太好了师父 为什么要插个小旗子 知道吗 因为你曾经做过 做错过事情 所以你受到报应了 但是呢 菩萨加持你了 给你看到目标 看到方向了 所以你现在 在弘法度众 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家 这个小旗子给你插着 你只要把这些功德做好了 你照样回到自己的家 这个旗子就这个作用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旗子全部插在天上的 不是插在人间的 明白了吗 也不插在地府的 哦 我明白了 师父 嗯 还有一个梦境 是他梦到跟师父一起 跟师父一起 在天上好像 师父带着他的另一个师兄 在天上飞呀飞呀飞 飞到一个 类似像子竹林一样 他问师父 说师父 这不是福祂的子竹林吗 师父说 从这过去 就到公德山 再飞不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前面 有很多的山 大小不同 他还问师父 说师父 我以为公德山 公德林这块是碑呢 师父说不是 都是山 谁做的公德 有公德了 天上就有人 在你的山上刷上一道 这一道呢 然后就是亮亮的 就会增高 然后呢 他看到他和另外一个师兄的 公德山 有小孩那么高 师父说 你们看 可以回去了 完了 这两位师兄不舍得走 迟迟不肯回来 师父说走吧 回去好好修 好好念经 多多度人 回去啦 这就是我把他们 带到天上去看 他们的公德山呀 这是真的吗 师父 当然是真的啦 功德宝山 神都不知道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 感恩师父 开玩笑了 这个天上 每一个人都有 公德山的呀 这还不懂啊 就跟莲花一样的呀 有莲花 你怎么会没有公德啊 没有公德的话 你怎么回去啊 公德为什么叫自粮啊 自粮到了天上 你的果位呀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知道 他还有一个梦境 是在六月十三号 他梦见和师父 站在莲花池的边上 师父穿着黑西服 里边还是那件 熟悉的黄衬衫 双手和石面带微笑 这时师父对他说 你看那莲花多好看呀 一个杂色的都没有 他对师父说 我从来没有看见 这么好的莲花 当时他看见 莲花池好大好大 一望无际 最近前面的花是粉色的 稍矮不太高 再往后 山式牌 是真粉颜色的莲花 高度比前面的花 还要高出半头 再往后五六七牌 花是浅粉色的花 很干净 透亮的感觉 这几牌花 比前面的还要高出半头 再往后就是白色的莲花 晶莹剔透 其中有的还在 我的妈呀 那个电话 他其实在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的就是 天上的莲花 我的妈呀 他讲的是 因为往后面的花越高 莲花越透亮 白的是最好的 所以一般的师傅过去 不是告诉你们吗 你们最早问我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做梦 还没有做到的时候 师傅就告诉你们 粉红色的花是最多 粉红色是刚刚出 初期的莲花 并不是说成熟后的莲花 所以粉红色的莲花特别多 当你修到境界高了 它会慢慢变得越来越白 这个剔透 然后完全透明的 非常好看 这个莲花到后来 漂亮的不得了 漂亮的很厉害的 刚刚他讲到一般 这个电话出毛病 喂 喂 喂 我听不见你声音啊 喂 喂 所以 希望大家好好的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 天上有天 天外有天 真的 有时候一个人以为自己做点事情 别人都不知道 最后是骗了自己 根本没有骗别人 是骗了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地修 真的 活一生 不要骗人 也不要害自己 好了 我听不见了 你待会再想办法打打看吧 好吗 我只能挂了 这个一挂呢 这个时间呢 当中要有点空档 真的是有点麻烦 那么我呢 就抓紧任何时间 跟大家讲白话佛法 我们经常说 有人修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没有感应 那么师父跟大家讲 首先呢 要检查自己 身口意 是不是清净 你修的灵不灵 和你的身口意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 今天修的是一种 目的 那你可能呢 就不会这么虔诚 有的人呢 修的是一种感觉 那么就是一种虚妄的东西 哎呀 我今天呢 很不开心 我丢东西了 我想考上某一个大学 但是呢 我又怕考不上 那怎么办呢 就找这种感觉 跑到庙里去 菩萨一拜 好像啊 菩萨知道了 你会保佑我的 平时又不受香 平时又不拜佛 又不念经 又不许愿 又不放生 你临时拜佛 你肯定不行的 喂 你好 师父你好 你好 您辛苦了 你请说 跟你反馈一下一个梦境 有一位B同书 在六月初一凌晨 梦见一位在过去 经常跟着师父弘法的A师兄 这A师兄在梦里迫切地要求 见师父您 不过梦里的A师兄 已经无法正常走路 B同书在梦里 扶着将要倒下的这位A师兄 然后B同书在梦里 看见师父您 攀在遗址上昏倒了 接着那位求见您的A师兄 突然就可以走路 然后就笑着离开 B同书在梦里感觉 那位A师兄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请问师父 您是不是又悲夜了 最近很多师兄 在梦里都梦见师父 就能悲夜了 我们可否在节目里 呼吁师兄们 不要让师父悲那么多的夜 衰转的话 师父悲得最重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叫我少受弟子 但是师父为什么 还是坚持受弟子 让群愿让自己悲啊 一个好的父亲也好 一个好的师父也好 绝对不会让别人去痛苦 群愿让自己痛苦的 所以你这个梦境就很简单 这是我帮那个退转的人悲夜了 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要推荐弟子来的时候 慎重再要慎重 觉得他会退转的 最好千万先不要 师父不求多的 我求质量的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弟子不可靠 赶快要不要介绍出来 你看有几个弟子 刚刚阿拜师 马上目的很明显 自己说卢太长弟子 在外面就可以 给人家看毒疼啊 给人家假装开药方啊什么 所以这些事情都要当心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 自己要修得好 才不会帮人家背 自己不管修成什么样 也不能背得太多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人 和那些执迷不悟的人 多得太多了 多得去了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尽自己的心吧 好吗 师父我们都很心疼您 没办法 救人就是很心疼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生子 是啊 还有同修 帮师父烧送小房子时 有金光闪闪 但是烧自己的药金者 却没有金光出现 都是使用红一支红笔 跟同样的小房子 是否除了炼金质量好外以外 还要看接收小房子的人 业障或功德的是否深重 也是会有影响 对了 是吗 对了 你这个讲得很对 实际上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今天 对不对啊 你同样我们这么讲吧 同样这么讲 你比方说 你今天想消夜 你消给一个鬼 和消给 消夜求菩萨 你念给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我消夜 你说 两个是哪一个 会给你加持啊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你烧给鬼 那也就是烧给鬼到的 那你给菩萨 那会得到加持 所以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不一样的地方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 还有一个就是 同学使用红笔 A消送的小房子有金光 但是使用红笔 B却没有金光 请问师傅点小房子的红笔 是否也会影响小房子的质量呢 嗯 应该不会太大吧 红笔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多业障 只是你在点的人的心 很重要 听得懂吗 如果点小房子的时候 比较诚心 真心实义忏悔 点的小房子的质量 就会更好 对对对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 请问师傅 因为 哎 做坏事的人嘛 师傅 都是在提前 使用自己的福德 损能力 然后 使用自己的 能力 伤人 而救人的人 却一直在用福德 救人和悲业 这两者果报 师傅 有很大的差别 有很大的差别的 不一样 这首先 你前面那句话 讲得最急 你看看 现在有些人退转了 还在诽谤师傅 诽谤法门 你看看看 他是不是在使用 他的功德 等他的功德 宵尽了 你看他什么结果 我们都不死了 我们都活着 我们都看得到了 明白了吗 明白 等到他苦的时候 对不对 曾经有很多弟子要死之前 他也教过师父 我都知道 他老婆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 他叫我原谅他 我是原谅他 后法成不原谅 明白了吗 好了 师父您此悲 希望所有的所有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或求求关心菩萨 少一点 直接求师父 免得师父 被业悲得太多 问题上面级别不一样 他们求菩萨 菩萨听不到 他们自己的功德不够 能量不够 明白吗 但是也是要求了 明白吗 师父如果我们经常都是求关心菩萨 关心菩萨才让师父来救我们 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减轻师父的悲业 那当然了 你求关心菩萨 关心菩萨让我来 我就有关心菩萨的天命 关心菩萨让我来救的话 我可以拿关心菩萨的 那个这个这个 慈悲的无量 无边的那个能量 对不对啊 我可以救人的时候 我就不会背啊 否则的话 你求我自己的话 我背的就厉害了 明白吗 是的 因为他们求师父 师父一定是会帮他们的 只是说 师父最近真的是 要好好休息了 对啊 是太累了 你可以 因为您有事情 您好像有些 您有气差 有时您不开心 还是您很累的话 我们都知道的 其实 就是这样 很多师兄做梦都会梦见 对啊 对啊 您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因为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弟子太多了 明白吗 你想想看这么多弟子 全世界啊 你每一个人 一天 每个人 一个 一年 求我一件事情 我就是每天忙得不得了 明白了吗 如果大家好好念经嘛 师父就可以悲哨一点 好啦 你还有问题 赶快问吧 持宿念经之人嘛 他们会越来越沉澈 冷静 修得越来越美丽 心美 然后身体美 脸上美 心灵才会美 这些练经的好处 师父 您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练经的好处 说也说不紧 身体好了 脸像都会变的 妆脸像都出来了 好吗 书上多看看吧 这些很简单的问题 多看看书吧 好吗 好 好 师父 您一定要好好书 请大家 好好练经 少让师父非语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问到这里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补价 保佑师父 发席安康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节目 时间就到这里 结束了 那么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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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